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波士顿公立学校公布最新安全协议及返校计划 波士顿最新污水样本新冠病毒水平再破高值记录 马州州长查理贝克发布下一段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根据波士顿公立学校发布的消息 波士顿公立学校和波士顿教师联盟 周一宣布了本学年剩余时间的面对面学习计划 波士顿公立学校管理者布伦达·凯塞·利厄斯 和波士顿教师联盟主席杰西卡唐 宣布了工会与学区之间的一项扩大 健康 安全和人员配备的波士顿公立学校 波士顿教师联盟和波士顿公共卫生委员会 将执行健康和安全协议 波士顿市市长马蒂·沃尔时说 我期待着欢迎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回到学校大楼 同时也继续致力于让拼爱远程学习的家庭 继续取得成功 他们还宣布了更新的时间表 方便学生重返学校进行面对面学习 2月1号当周 面对面学习优先考虑的学生 3月1号当周K-3年级 3月15号当周4-8年级 3月29号当周9-12年级 根据波士顿公立学校的说法 如果有必要 根据公共卫生环境 可以将这些阶段的每一个阶段 推迟1-2个星期 对于选择混合教学的学生的暂定时间表为 2月1号所有具备面对面 优先学习资格的学生 3月1号至3月4号 K-3年级A和B组 3月15号和3月18号 4-8年级A和B组 3月29号和4月1号 9-12年级A和B组 过去一周从大波士顿地区 抽取的污水样本反映出 该地区创纪录新冠病毒水平 每日废水样本是从 麻州水资源管理局的 陆岛污水处理厂采集的 然后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该实验室在废水样本中 搜索病毒的RNA 根据最新数据 周一采集的样本发现 南部地区的污水中 每毫升含2069病毒RNA copies 这是该研究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 它也是污水样本第四次病毒水平超过1700 官员们周二报道说 南部地区每毫升平均7天的病毒RNA copies为1460 北部地区平均RNA copies为1126 绿色图代表来自北部地区的废水样品 而黄色图代表来自南部地区的废水样品 12月30号 北部地区的废水也达到了每毫升1451病毒RNA copies的峰值 在略有下降之后 北部地区于1月9号再次飙升至每毫升1411病毒RNA copies 截至周四晚上 马州当天报告了5545例新的新冠确诊病例 和74例新的死亡病例 在过去的14天里 仅波士顿一地就报告了7026例确诊病例 州长查理贝克周三发布了有关马赛诸塞州下一轮新冠疫苗接种的新细节 周一 该州开始向包括警察 消防员和EMT在内的急救人员注射疫苗 该州疫苗计划的下一步将集中在综合护理设施上 从下周开始 大约有94000生活和工作在集体护理场所的人将有资格获得疫苗 贝克说 这些设施被优先考虑是因为他们在人口仇密的地区 为弱势人群提供服务 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着感染新冠病毒的巨大风险 工作人员在这些设施中暴露的风险也很高 其中许多人都很出色地做出了他们的工作 为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很重要 马州的人均剂量比周围任何州都少 该疫苗到目前为止主要面向 面对抗战在抗击新冠一线的医护人员 长期护理居民和急救人员 贝克说 如果一切按照联邦政府发放疫苗的计划进行 我们计划为人们接种的疫苗将在60至90天内大幅减少 该州预计4月份才能向普通公众提供疫苗 贝克说 即将出现的最大希望是更多疫苗的到来 与此同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每个人仍然必须尽自己的力量来阻止病毒的传播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